女孩好好地洗着澡 近看到脚趾缝的肉连在一起 不久后 她真变成了一条美人鱼 小美从小在海边长大 她总喜欢站在海边 静静地望着大海发呆 感觉自己与大海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时光飞逝 转眼小美到了16岁 正处于急躁叛逆的青春期 父母因工作原因搬到新城市 小美自然也得跟着 可他们工作繁忙 平常总埋头干自己的事情 小美缺乏家人陪伴 倍感孤独 又不能很好地适应学校新环境 自甘堕落 想和班里的太妹们结交做朋友 找寻一些微不足道的安全感 叛逆七总喜欢追求点刺激 跟着他们一行人 学会抽烟酗酒逃课 甚至和刚认识的男生偷视近国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 单纯就喜欢这种失控的感觉 为了更像不良少女 学着化浓妆 从素面朝天到浓妆艳魔 接着在跳艳舞 小美不断尝试道德底线 偶尔跟着几人 在商场里面偷东西 他们的家境都很殷实 这样做纯熟找乐子 被发现后 一起火速逃跑 眉皮眉脸的在天桥上喝酒庆祝 每天如此疯狂 小美渐渐迷失自我 在网上和网友约打扑克 宾馆里 两人尬聊着 男人46岁 可以当他爸的年纪 却在装纯情 不断说着情话 这男人是个老手 让小美躺下 接着不断抚摸着他的大头 小美一脸无所谓 直到摸到脚踝处 猛然站矮 一把推倒男人 慌万跑出去 因为他的脚趾连在一起 不想被人窥探一样 跑回家 看到鲸鱼 脑子又不受控制 静止走到鱼缸前 打开盖子 一把捞起鲸鱼 等他反应过来后 连忙跑到马桶前 将吃了一半的鱼 给吐了出来 离开时撞见妈妈 问她最近怎么总逃课 究竟在干什么 由于身体不适 小美丫跟无心回答 就随便搪塞了几句 和家人渐行渐远 到了晚上 口渴难耐 竟把整整一盒海盐 倒进了水杯 咕咚咕咚喝下后 丝毫不觉得险 只感觉满足 小美最近的状态 越来越差 她自己其实也所有察觉 处于完全失控的临界点 她还是个正常人吗 女孩们在刺激的游戏 蹲下来用手掌撑地 做几个快速的深呼吸后 随后让人紧紧掐住脖子 窒息感袭来 女孩倒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 缓缓睁开眼睛 一脸满足 她就喜欢这种变态的感觉 小美看很有意思 提出要尝试一下 很快一阵眩晕 倒下后产生了幻觉 自己仿佛被海水包围 喘不上起来 这种超乎寻常的真实感 令她瑟瑟发抖 回到家洗澡时 这才发现 自己的脚趾连在了一起 就像海生物 长出了谱一样 早也不行了 下得赶紧跑回房间 细细研究脚趾时 妈妈不断在门口敲门 上来就质问她 又是逃课又是夜不归宿 反了天了吗 面对质问 小美没当回事 枪声说 自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们工作这么忙 反正也管不着 母亲气急败坏 反手就是一巴掌 等人走后 小美帝无助感再度起来 到医院检查 医生看过脚趾后 也感到诡异 不过要处理简单 动个小手术即可 让她去抽血 做进一步的检查 随后 赶紧打起了电话 眼神慌张鬼鬼祟祟 小美件事情不对 怕会被当成实验对象 成为大家的笑话 果断拔下针头离开 自己到超市 买了把剪刀和绷带 忍着剧痛 自己做手术 剪开连在一起的脚趾 用窗壳贴包扎 想着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和太妹们一起出去玩时 小美突然听到些奇怪的声音 像是来自海洋的召唤 跑进厕所 这才发现自己的双腿 固满了丑陋的瘀青 被吓晕过去 这次她又看到了海洋 自己置身在里面 那么的自由自在 醒来后 害怕朋友们会投来一样的眼光 不再和她成为朋友 选择隐瞒这件事 先一步离开 还以为睡一觉就能好了 结果双腿出现褪皮的迹象 比以往要恐怖许多 小美怕被父母发现 将退掉的鱼皮 全都塞到床垫底下 这是一堂生物解剖课 老师教学生们如何解剖鱼体 而小美的全部的心思 都被这鱼心味所吸引 终于 下课领响 所有人离开教室 她再也安安不住 拿起讲台上的声鱼 狼吞虎咽地啃咬起来 谁知 有同学回来拿东西 看到这一幕 小美立马拿出太妹的架势 掐着她 威胁不许将此事说出去 等冷静下来后 又很懊恼 自己就像个没开花的野兽一样 吃起了生食 厌恶的同时 又无法控制 身体上的变化日益明显 小美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人类 或许她是个被领养的怪物 四处翻看家里的相册 奇怪的是 一张母亲孕妻的照片 都没找到 小美和母亲对质 自己究竟是从哪来的 母亲觉得她在发疯 没有搭理 于是小美又找太妹们聚会 不断用酒精麻痹自己 突然好友落水 小美听到求救声 一头扎进水里 此时她的水性相当娴熟 就跟条鱼一样 来去自如 还能给好友输送氧气 成功将人救了上来 掀开衣服后 小美惊讶地发现 身体又有了惊人的变化 肋骨处竟然长出了鱼鳃 难怪她能在水下呼吸 双腿的鱼青也蔓延开来 还长出了鱼鳞 气愤地用镊子拔出一片石 好友看到这一幕 小美顿感无敌自容 扔酒瓶驱赶她离开 望着自己满目疮痍的双腿 彻底崩溃 不断拍打着试图变回正常 但都徒劳无用 只能抱头痛哭 小美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 想直接了结自己 这招没有成功 醒来后 发现自己的双腿 彻底变成了一条硕大的鱼尾 呼吸逐渐困难 奋力爬向浴缸 打开花洒将自己埋入水里 几个小时过去 水蔓延了整个房间 她躺在水里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这是挣脱束缚的感觉 小美意识到 对方开来一辆卡车 连夜送到海边 临别之际 小美给妈妈打过去 最后一通电话 为曾经的莽撞无知道歉 再郑重地和好友相应告别 随后蹒跚着爬向大海 这一刻她终于获得了新生 冥冥之中 小美本该属于这里 大海才是她的归宿 也许我们也是被捆住的动物 希望有一天 也能找回这份自由与快乐